蓝室双结 一看鸽子飞出井口 喜出望外 吩咐楼兵快脚碌碌碌 时间不大 把金筐搅上来 大伙一看 徐良乐呵呵的 在筐里边坐着 哎呦师父 您老人家听好 什么事都没有 徐良点点头 有人过来伸手 把金筐的标抓住 拽在井口叶上 徐良一片腿下来 老师那里边究竟是什么 回到屋子里再说 大家众星捧月一般 回到巨异分赃厅 徐良坐下把宝剑摘下 往桌上一放 你们看看 就得了这么个东西 剑 呦 这把宝剑不错 蓝天本 验崩潰把宝剑拽出来 大厅里 一个就是闪光 这是宝家伙呀 快快拿根铁条来 有楼楼兵拿过来一根 比大手指头还粗三圈 一个大铁通条 蓝天本接过来 用宝剑的剑锋 对着这铁条 轻轻的雪了一下 结果就像快刀雪 萝卜似的 就掉了一块 再一使劲 把铁条斩为两段 足见这口宝人 切金断玉 哥俩乐的 师父 哎呀 您老人家是福大命大 造福大呀 这是这碗有福之人不用忙 无福之人跑断肠 看来这是老天赠给您的 徐良一乐 不要这么讲话 哪有这种道理 你们听我跟你们说 徐良就把下井筒子 这个一切经过都说 我大伙听的都惊呆了 那师父 您说那句骷髅 那是谁 我也不清楚 反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不然的话 不能有这么好的胸脏品 哎 师父 这宝剑上还有转字呢 您看这什么字 徐良乐乐 根本不认得这转字 说找个内行看看吧 全山这一百来根 也没有内行 书中代言这两转字是什么呢 叫青龙 这段书叫徐良 勿走黑山头 巧得青龙剑 蓝师弟兄 把一个灵确的楼兵找过来 老师啊 我们一般的兵人 都是他给打造和收拾 您看这剑碎子都不行了 让他给您收拾收拾 快去 拿去 给你师爷好好装饰装饰 遵命 这楼兵下去 时间不大 把宝剑拿回来 二尺半长的姓黄灯笼碎 也给安上来 把宝剑的剑身剑侠 从心给开的光 再看跟刚才有大不相同 徐良真是爱不失手啊 把这边宝剑就背到身上 老仙一琢磨 可惜啊 我对宝剑没下过孤一符 这个剑术 究竟这个奥妙在什么地方 我是一窍不通 将来回到开封府 见着斩南侠 我斩的树 好好跟他学学 人家使宝剑 那是内行啊 将来我又会使刀 又会练剑 那有多好啊 老仙打定主意 跟他们哥俩谈笑风生 这是头天的事 徐良在黑山头这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 老仙徐良要告辞 这哥俩难舍难离 师父 您了是行了 我们怎么办 还急去当这臭贼吗 您说了 要收我们哥俩这徒弟 不允许我们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 那您得给我们纸条明路 徐良说这么办 我要直接回开封府 我就把你们带走了 我还得回家 我给你们留封信 你们哥俩拿着我这封信 把人等遣散 让他们有家的笨家 有国的笨国 如果实在无家可归者 挑那品行端正的 你们就带着赶奔开封府 面见清天大人包相爷 就说我给你们介绍来 开封府正在用人 一定会给你们安排个差事 你们哪怕到那做苦工 那也比战山强的多的多 何况还不至于 哎呀师父 您不但是老师 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包的人能要我们 放心 因为老师我介绍 料也无方 啊哈 快点准备了笔墨燕马 徐良提起笔来 给蓝氏弟兄写了封信 写完了修改一遍 又疼了清 把印章盖上 把他封好 徐良说我走之后 你们马上就起身 没路费没关系 我给你们 在兜里掏出银子 给了蓝氏弟兄 这哥俩千恩万谢 总算把贼皮脱了 从今以后走向正路了 那种高兴还用说呢 那会有了钱了 蓝氏弟兄 把那小头目叫过来 快去采买东西 准备丰盛的酒宴 给我老师送行 哎 楼冰头目走了 这陪着徐良说话 时间不大东西采买来 那是煎炒烹炸 准备了一桌酒席 徐良也不客气 居中而坐 蓝氏弟兄左右相陪 有几个头目 在这布菜满酒 在酒席宴前 徐良就告诉他们怎么样为人 今后到了开封府 应当注意哪些 这哥俩不住的扁头 正这么个时候 山前有小楼楼兵 跑进来 慌慌张张 跪倒在地 爸 八二位寨主 山里有点事 大厅里的人就是一愣 蓝氏双街 赶紧把筷子放下就问 什么事 是不是又来买卖了 我没说 从今以后洗手不干了 什么买卖咱也不干 上行随便叫他过 不是买卖 来了个出家的道人 口口声声 要求见二位寨主 叫见也得见 不叫见也得见 说有重要的事情 道人 这弟兄一想 我们素来跟僧道无缘 也没有朋友 这从天上掉一个老道来 徐良感觉到 这个道人 来的情况特殊 怎么办 让这个道人 赶紧就进来吧 问一问他什么事情 是啊 好吧 既然你事业吩咐了 搭一请子 让那老道 到里面来见我们 是 喽喽兵走了 一人仨正在屋里的胡猜呢 就听外的脚步声音 喽喽兵往旁边一闪 又到外边进了个出家的老道 徐良一看 这老道长的是先锋道路 高了下身不满七尺 长得富富泰泰 面如晚霞 花白虚然散满千辛 光头没戴着帽子 高网牛心发转 同三别顶 手里拿着浮尘 身后也背着口宝剑 斜着 挂着黄兜子 这老道来到剧厅 闪目看了一看 眼光就落到徐良身上了 特别是 徐良身后背的那把宝剑 蓝氏弟兄一看 这老道也不言喻 直出处望 面前一站 心中挺不痛 把桌子一拍 啪 我老道 咱们萍水相逢 素不认识 你非要见本寨 所为何故 你看你也不言喻 跟个木头爵子似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徐良呢 在桌子底下 就捅了他们哥俩一下 那意思说话 客气点 这玩意说多刺耳 就见这个老道 唯一含一阵冷笑 二位寨主 谁说咱不认识 咱认识都半个多月了 是吗 这哥俩挠挠后脑勺 这我们哥俩怎么没记得呢 哎呀 债主爷 频道来的黑山头 很多天了 天天围着后山转 难道你们就没发现 想起来 对对对 蓝氏弟兄一想 你看刚才跟老师还说呢 有个人没看清楚五官貌相 不知道和尚 不知道是老道 老为这转悠 闹什么 那就是他 哎呦 这家胆子不小 今天突然而来 不知是为什么 道爷 既然是你围这转有这么些天了 你到底为什么呢 今天见我们又所为何故呢 频道来了就有事 无事不登三宝剑 我来要我们家宝剑来 你们家的宝剑 哪把剑 就是那位英雄身后背的那把剑 我要叫他物归原主 请把宝剑赏给我 之后我转身就走 绝不找黑山头各位的麻烦 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你们要赖这不给 那可就麻烦了 蓝氏弟兄一听吧 气得鼻子都转了个儿了 你说什么臭无赖都有啊 我师父刚得了宝剑 这位就来要来了 这宝剑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汽油磁力 蓝天本火星挺暴 把掌中酒杯摔了个稀碎 卖大步到了老道金钱 我说你哪来的你是 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赖 你都不如我们这山大王 怎么知道 这宝剑是你们家的 你知我们怎么得的吗 我告诉你 要是往常说你说这话 我贺令一生把你乱刀分尸 然后扔到后山喂黑瞎子去 今天我老师在这 一再劝我们改邪归正 所以呢 我们今天对待你 就不采取那种办法 老道 算了 你要知去的赶紧滚 从哪来你滚哪去 咱们两家都方便 你要在这继续耍无赖 我告诉你啊 我们可不是饶人的 说话之间他看了一眼 楼兵就见着楼楼兵 就见着楼楼兵 摞胳膊挽秀的把家伙全抄起来 怎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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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往前凑合 这个出家人毫不在乎 俩眼眯成了一条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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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主 请不必发为撒眼 你怎知我是无赖你 既然你不明白 我就告诉你 我且问你 这黑山头归哪府哪县管 这你清楚不 啊 归京兆府三元县管 招啊 三元县这有一个李家大户 你们知道不知道 李 知道啊 李家大户那都是练武的人家 我们哥俩有耳闻 那行了 贫道我就是李家大户来的 要提起我来 可能你们二位不清楚 要提起我的祖先 量你们也有耳闻 我的祖先 乃是大唐朝赫赫有名 封尘三峡的头一位 号称三元李静 名字叫李要师 那乃是我九代圣祖 我就是那不孝的后人 徐良一听明白 那徐良就这么聪 哎呦 一批大唐封尘三峡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尤其是三元李静 那是有名的无声人 啊 他是李静 李老建克的后人 所以这心里头 感觉都也挺静默的 徐良站起来 贺退 蓝氏弟兄和这些楼兵 来到老大的进前 攻身实力 哦 仙长 请不必动怒 撒西容 这乡有礼了 吴良婆 老道仔细打理打量徐良 请问 您是不是就是著名的白眉大侠 徐良 徐义氏 啊 一点都不想 啊 乡长认识我 嗯 认识倒不认识 但是你有记号 白眼没为记 一看我就知道你是谁 徐良用手乡长 乡长有话好好说 是争的假不了 是假的也争不了 我们做些讲话 蓝氏弟兄一看老师说话了 不敢不听 马上换了一副笑脸 嘿嘿嘿 道爷 我们是粗人 啊 说话就气粗 您可担待 请坐请坐 这老道一坐好 学没趴下 凳子都三条腿 今天晚上他不稳当啊 那边还拿砖垫的 道爷也不敢乐 平身坐下之后 徐良相陪 蓝氏弟兄不敢坐 吹手站到老师的身后 徐良那个人 多和气 详细的就问 那瞎长 刚才你说 你姓李 是三元李静李老建客的后人 三先生听了 非常下目 那么请问 这把宝剑 跟你老人家有什么关系呢 哎呀 徐大下客 一言难尽呢 因为这把宝剑 我怎么说是我们家的 那上他有字为证 那字 是青龙 这柄剑就叫青龙剑 乃是我的祖上 三元李静所佩戴 他老人家佩戴这把宝剑 走遍天下 除暴安良 为唐天子立下 汉马的功劳 后来他老人家 将近九旬了 脱离红尘 回归原地 就在这黑山头 修了一座祠堂 你们这后山 不是那个破庙吗 那乃是老李家祠堂 他老人家 就住在这养老了 我们呢 都是理性的家族 据我所知 那个时候 上这看望他老人家 就不在少数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以后这人就不来了 所以呢 我这老祖先 就死在池堂之内 后人为了纪念他 所以啊 他修了这么一眼几 说这个地方地屑 非常好 地脉也非常值钱 这些事我就不懂了 光听说 谁也没见着 说有不少殉葬品 都什么 谁也不清楚 说这话是去年 我家来个本家的叔叔 我本家叔叔就猜怪我 为什么不给祖先的祠堂好好修一修 留下你们这帮人 给老李就这人都丢人呢 另外还有些宝 要丢了怎么办 我这才知道 这柄宝剑叫青龙 也是我这叔叔告诉我的 但是这座山已经被蓝氏弟兄占领了 我要来势必发生冲突 平到打算暗地之中 能把这地穴找着 能把这宝物取走 但始终未得下手 方才我在集市上 我听说你们楼楼兵又买酒 又买肉 又买鱼 又买虾 给白梅徐梁践行 还说吗 祝贺他得了一件宝 所以我对这事就动了心了 刚才我讲的一点都不讲 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 理性的人应当继承 不能落到别人手 当然了 你们先发现的 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劲 冒着这么大的危险 把宝剑得了 我要表示感谢 但是剑我得要 频道来就是这个目的 不知徐大侠肯否赏脸 徐梁一听 不痛快 心说这姓李的老道 你赶不上你的祖先 这年代久远了 这宝是谁的 我们得到手了 你来要来了 得不到手 你怎么不得呢 按理说 不应当给 老心又一想 你看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 有根有据 就凭我的身份 赖人家一把宝剑传出去 好手不好听 干脆 忍痛割爱 该谁的就给谁就得了 老心想到这里 一伸手把扣解开 从背后摘起这把青龙剑 双手往前一顶 县长 你这一说我全明白了 那么请问 你在什么地方出家 你跪上下怎么称呼 频道就在三元县城内 西门里三元棍出家 我娘家姓李 我叫李士贤 哦 好了好了好了 既然如此 你的宝剑 还给你物归央主 蓝氏弟兄在旁边一看 老师啊 您真够大方的 要换给我们呢 说什么也不给他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这个老大爷不客气 伸手把宝剑接过来 往自己身后一背 站起来 往外就走 连个谢字都没有 蓝氏弟兄忍无可忍 这哥俩过去 把道路就给横住了 等了 李老大 你先等他 留步 无良婆 二位有事吗 当然是有事的 我老大 您今天高寿了 我还小呢 无事有事 半百过去了 平常大概 你没吃川军吧 老大一愣 此话怎讲 你有点大便不通 人情你懂吗 这把宝剑是我老师舍死忘生 从那么深的地眼里头得出来 给你是人情 不给是本分 我说你上这要东西怎么连个谢字都没有 就这么尘土不沾 转身就走 不尽人情吧 哎 老大一笑 我们家的东西 我万会拿 有什么不尽人情 谁让你们去得来的 你们要不得 我还去得去 这个我不领情 不道谢 二位迅速把道路闪开 咱别找不方便 找不方便 你还敢怎么的 你把宝剑留下 多咱本寨高兴 再叫你来取 不高兴 这玩意不给你了 说这话过来就抢这宝剑 老道大大不悦 望旁边一闪身 左手握宝剑 右手探双指 在蓝氏弟兄的后背上 嘣嘣 戳亮相 可了不得 戳上之后 这哥俩脚的浑身发麻 干咱们要是动不了地方 嘣嘣 全定在那里 这可不是定身法 这乃是武林之中 点瘤学之术 徐良明呗呀 李世贤哪 李世贤 这就是你的不对 打狗还得看主人 尽管你礼貌不周 我看我这俩记名的徒弟 对你就算不错呀 你这是干什么 点穴 你会 你会 我不会啊 你故弄玄虚 显什么能的 我岂能将你在我鼻子尖底留掉 老秀 徐良站起来 啊 等一等 相掌留步 老道一转身 徐大侠 怎么 你要反悔不成吗 不 不是 你说错了 三星人办事 向来是说话算数的 保健给你是肯定了 不过你这个人有点不讲理 我打算领教领教你的武艺 然后再放你下山 哈哈哈哈 徐大侠 你跟贫道想在一块去了 我来一则是要保健 二则也想在你面前讨教讨教 因为你名誉太大了 我瞅瞅白眉大侠究竟这武功能达到一个什么境界 既然你提出来了 贫道要得罪了 那等一等 你先把这两个人的穴位破了 啊好 老道左右手一伸这一推 这哥俩身子一晃的 这口气上来了 哎呀 我得把腰酸腿疼 师父 你可不能让他走了 你们两个放心 他走不了 说话之间 他跟这道人把外衣都闪掉了 屋里都宅小 来到院里头了 这个院啊 又平整 又宽阔 慢说两个人在部下比武 就骑着马 龙大刀 顶盔挂甲 也折腾得开 两个人 各找合适的地方 听神站好 周身上下紧尘利落 徐良拽出金丝大欢刀 老道撤出青龙剑 望一块一凑才要比武 酒量 酒量 你会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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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拍摄 我来拍摄 你会拍摄 你会拍摄 我来拍摄